欢迎来到美厅 越没本事的父母,越喜欢逢人,就炫耀这三样东西 如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少父母展现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 那就是热衷于炫耀自己的孩子 他们试图凭借孩子身上所展现出的优点和出色的才能 来凸显自身教育的成功 以此彰显自己所取得的某种成就 这种现象,看似能够让父母感到有面子 收获他人羡慕的目光,满足一时的虚荣 实则却是一种极为掉价的行为 父母的这种炫耀之举,就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刃 也许在不经意间,便会给孩子带来难以磨灭且永久性的伤害 比如,孩子可能会因为父母的炫耀而承受来自外界过高的期待 一旦表现稍有不佳,就会遭受他人的质疑与否定 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丧失自信心 而那些真正具有远见着实的父母 他们深谙内敛与谦逊的重要性 绝对不会去过分地炫耀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 过度地炫耀,只不过是一时的虚荣满足 根本无法长久保持 并且,这样的行为 非但不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荣誉和尊重 反而有可能让他们失去更多宝贵的东西 例如,孩子可能会因为父母的炫耀 而产生反感和叛逆心理 亲子关系变得紧张 又或者因为过度的关注和期待 孩子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限制了其潜力的充分发挥 所以说,不炫耀孩子 才是为人父母 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必修的一门至关重要的课程 这门课程需要父母用智慧和耐心去领悟 去践行 只有这样,才能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 积极的成长环境 就如同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班级里 有的父母低调地支持孩子 默默努力 最终孩子凭借自身的实力脱颖而出 而那些被父母过度炫耀的孩子 反而容易在压力下迷失方向 有些父母尤其热衷于炫耀子女的工作状况 他们但凡遇见他人 就会滔滔不绝 夸夸其谈地讲述自己的子女工作 是何等出色 在所在单位的地位是何其之高 人脉又是何其之广等等 甚至更为过分的是 他们还会主动往孩子身上招揽各种事物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齐同伟在众人眼中堪称是出类拔萃的杰出者 然而 他的父母在邻里之间大肆炫耀 不仅没有为他增添光彩 反而成为了一场灾难的阴火线 平日里那些交往甚少 往来不多的亲戚们 在得知齐同伟的飞黄腾达之后 纷纷迫不及待的期望能够借助他的影响力 为自家子女谋取理想的职位 面对这样分支踏来的请求 齐同伟的父母实在难以拒绝 这无形中给齐同伟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原则的界限 去为那些不符合规定的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这一连串的违规操作 最终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引发了连锁反应 一个错误 引发另一个错误 不断累积 埋下了极为深重的危机 直接加速了齐同伟最终的悲剧下场 这种将子女视作炫耀工具的父母 实际上是一种目光狭隘 且极不明智的表现 他们从未曾深入思考过 自己如此这般的炫耀行为 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困扰和烦恼 由于过度地追求那份虚无的虚荣 他们仅仅只是关注自己 在他人眼中所呈现出的光鲜亮丽形象 却全然忽略了孩子内心深处的真切感受 众多父母在不知不觉中 忘却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孩子并非是用来相互攀比的工具 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 有着自己待人处事的原则和标准 倘若总是凭借利用孩子 来为自己正得所谓的面子 最终的结果 只会是损害彼此之间那份深厚而真挚的亲情 父母应当做的是以身作则 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 帮助子女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教育子女去追求内心的充实与成长 而绝非仅仅着眼于外在的地位和表面的形象 例如 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父母总是在朋友面前炫耀孩子的高收入工作 结果 孩子为了迎合父母的期望 拼命工作 忽视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最终导致身体出现严重问题 再比如 有些父母为了在亲戚面前有面子 让孩子在假期频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展示自己的优秀 孩子因此失去了宝贵的休息和自我提升的时间 总之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选择 让孩子在自由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钱无疑是一个极其敏感 且容易引发诸多争议的字眼 对于数量众多的家长来讲 他们满心期盼孩子能够勤奋学习 救济原因 便是期望孩子在未来的岁月里 能够谋求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你知道吗 我家小明 现在一个月的薪水都有两万块钱了呢 老李在公园那张略显斑驳的长椅上 眉飞色舞 得意洋洋地向着老王大声说道 老王的脸庞上 虽然表面维持着客气且礼貌的微笑 可在他的内心深处 却禁不住萌生出了几分厌烦的情绪 他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老李每次与他相逢相遇之时 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 非得要大大炫耀一番他儿子那令人呈现的高收入 在老李这一类父母的认知当中 孩子的经济收入已然变成了 他们用于炫耀的重要资本 每当朋友们聚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总是难以抑制住内心的冲动 忍不住要提及孩子在大型企业里 所占据的高薪职位 或者是他们在生意场上取得成功 从而所带来的丰厚可观的收益 过度地炫耀物质方面的财富 反而毫无保留地暴露了 他们内心世界的荒无贫瘠 以及对真正价值的茫然无知 有句俗语说 越缺什么越炫耀什么 他们的人生或许高光璀璨的时刻 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于是他们借助子女所取得的成功 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成功 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 但不管子女所造就的成就有多么的辉煌绚烂 作为家长 应当自始至终保持着内心的平和宁静 与谦逊恭敬 默默地为子女的成功 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 而绝非毫无顾忌地四处大肆张扬 这才是充满智慧且理智明智的做法 正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与满足 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充裕富足 以及对子女毫无保留的无私支持 绝对不是源自于外界他人的认可与羡慕 就像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父母自己在工作中屡屡碰壁 成就平平 于是便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一旦孩子取得些许成绩 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向他人炫耀 却未曾考虑过 这种行为也许会给孩子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 使得亲子关系逐渐变得紧张和疏远 网上看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父母不要过分炫耀自己的孩子 有个高赞回答如此阐述 你要是没事 就在外面各种夸各种显摆 一个是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 另一个结果就是 像那些秀安爱晒娃的人一样招人烦 将来要是有一步错漏了 全盘皆输 炫耀确实是人之常有的本性 然而父母若过度炫耀 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 给孩子带来难以估量的无形压力 就拿邻居家的一位妈妈来说 她经常会在朋友圈 对自己孩子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大肆夸赞 声称孩子考试又得了第一名 不仅如此 她在朋友圈发布相关内容不说 但凡碰到其他孩子的家长 还会迫不及待地询问 你们孩子考得怎么样 紧接着便借此契机 开始炫耀自己孩子的优秀成绩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 孩子被小区里的其他孩子刻意鼓励 只能一个人独来独往 渐渐地变得不爱与人交流 性格也越来越孤僻 其实 父母更应当将关注的重点 放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而绝非仅仅盯着最终的结果 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其核心目的是 促使孩子能够成长为更加出色 更加美好的自己 而绝非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 那虚无缥缈的虚荣心 在很多时候 你越是不加节制的炫耀 实际上越是让孩子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 所以还是放下对孩子成绩的炫耀吧 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 舒适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无忧无虑 健康快乐地成长 比如 曾有位家长 因为总是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孩子的才艺 导致孩子每次家庭聚会都被要求表演 孩子内心充满抗拒 后来甚至产生了厌学情绪 再比如 某些学校里 那些因为父母过度炫耀 而备受瞩目的孩子 一旦在某次考试中失利 便会遭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心里承受巨大打击 总之 父母应该明白 孩子的成长需要的是理解 尊重和支持 而不是虚荣的炫耀 做父母的毫无疑问 内心深处自然都是怀着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殷且期望的 这种心理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毕竟身为父母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 拥有光辉灿烂的未来呢 但需要明确的是 孩子绝不是父母的附属品 更不应该被当作父母用来炫耀攀比的工具 真正意义上的富足 并非来源于外在的物质堆砌 或者表面的荣耀 而是源自内心的充实 以及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越是具有高远境界和深邃眼光的父母 越能够深刻领悟 行事高调 做人低调 这一股老智慧所蕴含的真谛 因此 他们很少会选择去炫耀自己的孩子 那些真正全心全意的为子女着想的父母 绝对不会仅仅为了满足意识的虚荣心 而让子女以及整个家庭陷入充满风险和危机的境地之中 这种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爱孩子 而是一种极度自私的表现 同时也是一种愚蠢至极的抉择 所以让我们坚决地放下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和毫无价值的比较吧 以一种平和 淡定 从容的心态 去用心关注子女的成长旅程 不妨看看历史上的诸多名人教子的故事 比如曾国藩 他位高权重 但其教育子女注重的是品德修养和内在学问 从不过分炫耀子女的成就 而他的子女也个个都有所成就 再想想如今的社会中 有的父母因为炫耀孩子的成绩 导致孩子心理压力过大 成绩反而下滑 亲子关系也变得紧张 真心地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的父母 希望我们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都能够始终保持低调谦逊的姿态 一心一意地过好 属于自己的平静而美好的日子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我会想看 sem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